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尼核工业公司总经理尤迪披露 印度尼西亚计划兴建首座核能发电站 需要投资额约125亿美元 据尤迪称近年来国外投资者 有意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建核能发电站的意愿极高 来自俄罗斯的联邦原子能机构和中国企业 都有意向在印度尼西亚兴建核能发电站 尤迪说有关核能发电站的兴建计划 在今年北京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论坛上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与中国有关领导人也交流过意见 该核能发电站的发电量约5乘以1000兆瓦 所选择的地点是在印度尼西亚邦加物理洞区域 预计需要投资约125亿美元 尤迪坦承核能发电站的利用 比蒸汽发电站或煤气发电站更经济 但作为首座核能发电站 相关工程的进度会遇到一些难题 如申请准证的复杂和社会民众认为 核能发电站的核使用仍然有危险性等 他说如果核能发电站以正确和安全因素为前提 而兴建的话 是不会发生类似于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 和日本的福岛核泄漏事件的 感谢观看